如果在战斗机和轰炸机领域做一个排名,或许会引起诸多争议,可如果谈到谁是最强的武装直升机,那么毫无疑问,就是美国的H-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。 自1975年首飞以来,阿帕奇一直稳坐武装直升机的头把胶椅,任何国家研发的任何物质都无法撼动它的统治地位。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像是一辆在战场上空游异的重型坦克,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具备摧毁一个坦克连的强大火力。 当敌人的装甲部队被阿帕奇锁定的时候,等待他们的只有被击毁的厄运,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了解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武装直升机H-64阿帕奇。 武装直升机是一种超低空的火力平台,它反应灵活,机动性强,隐蔽性高,还可搭配多种基载武器。 武装直升机完全适应现代战争主动纵身灵敏协调的作战原则,这让五直成为了继火炮、坦克、飞机和导弹之后的右翼常规武器,是现代陆军最为倚仗的装备。 50年代,美国、苏联、法国都曾在直升机上加装武器,用于自卫和对地扫射。 60年代,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大量使用了运输型的直升机,但越军的火力让美军直升机损失惨重,于是美军决定研制专用的武装直升机来配合军队各项行动。 1967年,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出了第一款专门设计的武装直升机AH-1,绰号眼镜蛇。 AH-1可以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提供近距离的火力支援,还可以执行为突击运输机护航、反装甲作战、有限区域防空等任务。 AH-1一经推出,就受到了军队的青睐,随后还被多个国家广泛使用,经久不衰,直到21世纪还在生产。 看到了武装直升机的潜力后,美国决定再来一款重型武装直升机,考虑到固定翼飞机在反坦克能力上的不足,为了抵消华约国家陆军装甲力量上的巨大优势。 美国陆军希望新的武装直升机能够携带反坦克导弹,格外注重猎杀硬性目标。 于是美国启动了AAH计划,AH-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便是该计划的产物。 参与竞标AAH的有波音、贝尔、休斯、洛克希德、赛考斯基五家公司。 1973年,美国陆军选中了贝尔公司的YH-63和休斯公司的YH-64,接着拨款给两家公司制造测试原型机。 经过激烈的竞争,YH-64胜出,美国陆军赋予该直升机AH-64的正式编号。 AH-64成为了GAH-1之后,美国陆军的第二种专业武装直升机。 H-64武装直升机又名阿帕奇。阿帕奇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,相传在从前的美国西南部。 有一个名叫阿帕奇的勇士,他勇猛善战且战物不胜,被印第安人奉为勇敢和胜利的代表。 后人使用他的名字给部落命名,美军用阿帕奇给武装直升机命名,足见这款直升机的强悍之处。 美军AH-64的第一种量产型是AH-64A,从1984年起正式服役,1986年形成作战能力。 H-64A一经推出,就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劲且最精密复杂的武装直升机。 其观测和作战能力高于任何一种21世纪前服役的直升机,而且直至今日仍是西方世界火力最强的武装直升机。 H-64阿帕奇究竟强在何处呢? 以最初型号H-64A为例,H-64A的螺旋甲发展自修斯OH-6直升机的柔性带旋翼系统,采用了改良式的拳脚式旋翼。 H-64A的机体前段是速钢强化的多梁不锈钢结构,后段是速钢蒙皮的蜂巢结构,可以承受12.7毫米弹药和少量23毫米弹药的攻击。 主旋翼杆也能够承受上述弹药的直接命中。 H-64A采用了双人串列座舱,正驾驶位于后座,副驾驶兼射手位于前座,两个座位都可以进行飞行控制和武器控制。 两座之间使用防弹玻璃隔开,减小了被同时击伤两名成员的几率。 飞机的两台发动机位于机身两侧的短翼上方,间距极大,遭到敌方攻击同时受损的几率微乎其微。 H-64A使用通用动力制造的T700GE701窝轴发动机,这种发动机是T700系列第一阶段的改良型号,每具最大持续输出功率为1510马力。 当遭遇紧急情况,比如支撑一台发动机时,发动机还能以1723马力的功率输出2.5分钟,让机组人员有时间做出反应。 美军也在持续升级H-64A的发动机等系统,1990年后的H-64A换装了T700GE701C型号的发动机,最大持续输出功率增加到了1662马力。 阿拉奇武装直升机可以在无跑道情况下起降,在飞行时快速转弯爬升和下降,还可以在十分狭窄的地理环境中飞行,具有很强的战场机动性。 H-6C还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观测和火控系统,观测系统分为目标获得系统和飞行员夜视系统两部分。 TADS包括激光测距标定仪,前世红外线系统,炮手专用光学瞄准仪,日间电视摄影和激光标定仪,全部安装在位于机鼻位置的旋转塔内。 PNVS则是一具专供夜间飞行的红外系统,位于机鼻上方独立的旋转塔内。 有了它,飞行员就可以在进行危险系数高的夜间地貌飞行时,获得更清晰的外部影像。 不同于其他武装直升机,以伴随地面部队,提供火力支援为首要任务。 AH计划出身的AH-64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反坦克,这是一款以火力闻名的重型武装直升机。 相应的AH-64的武器系统更是傲视群雄H-64A空重5.16吨,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0.43吨。 飞机的固定武装是一门装在机腹位置的能360度打击的M230机炮,备弹1200发。 机炮的主要弹种为高爆穿甲双用毒杀伤弹,可机穿坦克和轻装甲车较为薄弱的顶部。 与通用直升机相比,武装直升机通常会在机身两侧加装上挂载武器的短翼,就跟战斗机把武器挂在机翼上一样。 H-64A机身两侧的每个短翼都有两个挂载点,每个挂载点能挂载一具M261型19连装70毫米海蛇怪70火箭发射器,或者M260型7连装70毫米火箭发射器。 亦或是挂载AGM-1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的M299型导弹发射架。 AH-H计划非常注重空射反坦克导弹,但当时的陶式反坦克导弹难以满足武装直升机的需求,于是新的地狱火导弹就应运而生。 第一代的AGM-114地狱火导弹于1984年量产,1985年正式服役,几乎是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量身打造。 与陶式导弹相比,地狱火导弹射程可达8000米,可以在当时华约国家陆军机动防空武器的射程外展开攻击。 而且地狱火导弹采用半主动雷射导引,激光照明源可以由有机和其他单位提供,因此一架直升机可以同时发射多枚地狱火导弹,攻击多个目标,只是导引方式相对复杂。 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最多能挂载16枚地狱火,理论上每次出击可以摧毁16辆坦克。 除了地狱火导弹外,阿帕奇直升机还可挂载AGM-122反辐射导弹,AGM-65小牛空地导弹,AGM-176联合空地导弹,或者根据实际需要挂载自卫用的ARM-92独次导弹,ARM-9响尾蛇空空导弹等。 美军可以拿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敌方的防守阵地,打击装甲目标和水面船只,也可以拿来搜集战场情报,支援地面部队作战。 可靠的性能加上强大的火力,让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一经推出,就迅速获得了军方的青睐,并在接下来的各个军事行动中打出了威名。 阿帕奇直升机的首次实战是1989年美国进攻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,此役,美军出动了11架H-6C,执行了200个小时的飞行任务,期间发射了7枚地域火导弹,全部命中目标。 1991年,海湾战争爆发,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凭借优异的性能和强大的火力,碾压了伊拉克大量的主战坦克。 联军先进的M1A1和挑战者坦克都没有发挥出多大作用,风头完全被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抢光。 联军先是派了两组H-64A直升机队打头阵,H-64A在夜色的掩护下低空飞行,先手摧毁了伊拉克的两座预警雷达和防卫设施。 紧接着,联军的空袭机群顺着H-64A打开的防空网漏洞一拥而入,大举轰炸伊拉克的各项重要设施,揭开了沙漠风暴行动的序幕。 在海湾战争期间,H-64A共发射了5000枚地狱火导弹,击毁了500多辆主战坦克,命中率在80%以上。 面对这种行动灵活,能在射程外开炮的空中重坦,伊拉克的装甲部队毫无还手之力,只能被一枚枚的空射导弹点名。 曾有一架H-64A连续发射7枚地狱火导弹,直接击毁7辆坦克。 美国陆军第299航空旅还使用H-64A直升机,一口气击毁了伊军50辆坦克和装甲车,战果惊人。 有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,美军可以轻而易举地猎杀敌军坦克。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精彩表现让美军坚信,陆军航空兵足以应付当前世界上所有的装甲威胁。 基于高强度的训练,赋予战场上的制空权,以及对自己装备的绝对信任。 美国陆军航空兵自认为,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是战场的主宰者。 于是在海湾战争后,美军着手对阿帕奇进行改进升级。 1991年,美军原定将254架H-64A升级为H-64B,用来装备给海军陆战队。 升级计划包括更换新的主旋翼,安装GPS系统和改良无线电系统。 不过这一信号没有实际进入量产。 1991年末,美国国会追加拨款,将H-64A武装直升机,升级成了H-64B加。 后随着拨款的增加,升级成了H-64C。 H-64C主要改良了武器系统,让阿帕奇的火力更加强大。 接下来就是改进比较多的H-64D型。 H-64D型又名长弓阿帕奇。 相比于A型,D型改良了武器系统和感测系统。 H-64D在主旋翼上方安装了毫米波雷达系统。 由于安装位置较高,长弓阿帕奇藏匿在掩体后方, 进行侦测和攻击,也可以与其他未观测到目标的长弓阿帕奇交换信息。 协同攻击,大大增加了攻击效率和安全性。 一些没有配备毫米波雷达,但安装了先进武器系统的H-64, 也可以被称作H-64D长弓阿帕奇。 比如在阿富汗服役时,由于没有攻击装甲部队的需求, 许多H-64并没有安装毫米波雷达。 H-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,原产自修斯飞机公司。 1984年,修斯直升机被麦格唐纳·道格拉斯公司收购, 成为了麦格唐纳·道格拉斯直升机。 1996年,随着麦格唐纳·道格拉斯并入波音, 又成了波音直升机。 所以,目前波音公司才是H-64阿帕奇直升机的制造商。 2011年,美国陆军宣布,军方已经与波音公司达成了生产制造H-64E直升机的合约。 H-64E在H-64D的基础上, 换装了功率更高的T700G1701D发动机, 并大幅提升了数码信息的连接能力, 可以与联合战术情报分配系统相容, 还具有遥控无人机的能力。 开发小组将H-64E命名为守护神阿帕奇与H-64D长工阿帕奇的名字相呼应。 据悉,美国陆军预计采购690架H-64E, 其中包含以下单位生产,直接转换规格的H-64D。 新机种也将销售给多个国家和地区, 韩国、印度尼西亚、卡塔尔和印度也陆续与美国签订了采购H-64E的合约。 截至目前,世界上已有数十个国家装备了不同型号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。 阿帕奇直升机已经服役了近40年, 在此期间,许多国家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, 但离开美国的帮助,大多数国家仍难以复制阿帕奇这样的强力武器。 与其他的军事武器相比,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需要在很小的空间里, 集成雷达、火控、动力、武器等全套系统, 这需要极为精密的设备和高水平的制造技术。 阿帕奇强大的动力系统也让许多想要挑战的国家望而却步。 随着技术的进步,美国也不断对阿帕奇进行改进升级。 时至今日,世界上仍没有一款武装直升机能够撼动H-64阿帕奇在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。 它就是武装直升机的绝对王者。 好了,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你认为其他国家需要花多长时间, 才能够造出媲美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我是火力君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